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控危害國家安全案件續審 洪方宣讀控辯雙方同意事實 包括香港和台灣《蘋果日報》管理層有多個通訊群組 部份人亦有與英國組織香港觀察聯絡 審訊踏入第七日 正在服刑的黎智英早早7點多 由警隊護送組和反空特勤隊押介下 坐囚車抵達西九龍法院 控方宣讀控辯雙方的同意事實 包括壹傳媒和《蘋果日報》的背景資料 创刊日期和發行量等 另外亦披露2019至2020年壹傳媒董事會一份文件 黎智英指示主要市場是香港和台灣 案中的161篇煽動文章以網上版和指稿發布 而公眾亦可以透過網站觀看黎智英的訪談節目 最終有80萬人觀看 每月收入超過3,750萬 2020年5月《蘋果日報》推出英文版 第一日的文章標題為打國際線 警方在2021年6月拘捕壹傳媒時任行政總裁張劍雄 《蘋果日報》時任副社長陳佩敏等 其中陳佩敏的手機中找到名為英文新聞群組 成員包括黎智英和香港、台灣、蘋果日報管理層等 陳佩敏曾與黎智英助理Mark Simon以及組織香港觀察主席以WhatsApp通話 當中有用英國電話號碼轉發的訊息 另外2021年6月 警方拘捕社論主筆、筆名李平的楊清奇 在他的電腦中找到一份蘋果受壓微調方向的文件 無線電視記者葉芝娥報導